大家好 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的话题是 车辆制造商必须二选一 美国或者中国 本周一 也就是昨天9月23号 美国商务部正式发表了一个提案 要求禁止联网或者是自动驾驶的汽车 使用来自中国的软件或者是硬件 那么这个禁令的范畴非常广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汽车 除了农业车辆和矿业车辆是得到豁免的 而且这个提案给出来的时间表也是相当紧的 从2027年开始就禁止 全面禁止在美国销售的汽车里头 包含来自中国的开发的软件 那么从2029年到2030年开始 全面禁止在美国销售的汽车里头 包含来自中国的硬件 那么现在这个提案周一发布之后 就是处于一个相当于公开讨论的阶段 30天讨论之后再重新进行审阅 商务部是希望能够在明年1月20日之前 正式走完流程正式生效 相当于2025年年初开始生效 到2027年给两年的时间 让所有的车企进行相关的调整 如果你想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相关的车辆的话 请你把来自中国的软件和硬件 从你的供应链里头移掉 这样的话呢 美国实际上就是利用自己的整个市场 来对中国的汽车行业 目前是上了最紧的一道枷锁 希望彻底把中国的汽车制造行业 从全球汽车制造的分工的大的生态环境里头提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大家知道 今年5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专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专门讲过这样一段话 说在美国路上跑的这些联网的汽车 如果它是中国制造的或者是主要的核心部件 是由中国提供的话 那么不管是从软件方面还是硬件方面 他认为风险都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百万辆级别的这个车辆 一下都停在路上都开不动了 那么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运行 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当然他说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极端的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起码美国商务部长 或者说美国的整个的这个高层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说这样的风险是的确存在的 你想想在叠加最近以色列针对这个 极端组织的利用BB机进行定点的爆炸杀伤 大家想象力肯定就更多了 电动汽车电池更大呀 这个控制软件更复杂呀 是不是有可能对于美国安全形成更大的威胁 当然这个显然是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是对于美国的相关的这个政府和安全部门来说 他一定认为这个风险这个威胁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那么应该说美国对于扼杀中国的这个汽车 尤其是电动车的这个产业呢 基本上是一步一步的在升级 最早的时候呢 是美国是禁止美国消费者在购买这个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或者是其中的这个主要部件来自中国的这些电动车 获取7500美元的补贴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这个汽车是这个中国制造的 或者是主要的核心部件来自中国的话 你就不要拿这个补贴了 这个补贴对于消费者购买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紧接着就是今年拜登政府宣布对于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就所有汽车加征100%的关税 按道理来说 取消补贴加100%的关税 基本上让中国的汽车 尤其是电动车 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 除了特别低端的一些车 你加了100%的关税 可能还能够吸引一些美国的消费者 大部分汽车实际上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但是美国政府显然觉得不满足 我只是把自己的市场给封上 我觉得不够 我还要再进一步往前推 希望利用自己的市场 给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再加上更紧的角锁 希望把中国电动车 从整个全球汽车制造的大的分工的供应链 跟生态系统里头彻底剃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 汽车制造商现在必须二选一 美国或者中国 那么对于这个汽车制造商来说 实际上影响是不一样的 首先影响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现在目前在积极的要出海 那么出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就是在海外建厂 希望去规避一方面相关的供应链的限制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关税的限制 比如说像比亚迪就在欧洲设厂 在墨西哥设厂 希望在本地制造 避免欧洲或者是美国对于这个 来自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的高额的关税 但是现在看来呢 欧洲可能还行 但是对于美国市场来说 恐怕很难了 就算比亚迪在墨西哥设厂 那么他可以在墨西哥销售 但是同样是一旦这个提案通过之后 那么比亚迪汽车仍然无法在美国销售 那么相应的今天新闻也披露 加拿大计划跟进美国的这个提案 可能也会宣布类似的提案 就限制中国的电动车 以及来自中国的这个软件硬件 由中国提供的这个电动车在加拿大销售 所以呢 整个北美市场除了墨西哥有一点点 那么其他的有可能对整个的中国企业 整车厂就再没有机会了 那么再说对于这个除整车厂之外的一些关键零部电厂商 比如说像这个激光雷达 像核赛科技啦 华为啦 还有其他的一些毫米波雷达啦 超声波啦 自动驾驶芯片啦 车载通信等等 这一大堆这些企业实际上在全球 整个电动车产业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当然还有更加有竞争力的 像明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电池制造商 那么他之前呢 很核心的一个计划呢 就是绑定全球目前领先的这些 或者说品牌非常知名的这些企业能够合作生产电动车 然后呢 借助这些企业的品牌和整车出海到全球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众 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这个FDI 这个外资直接投资是在明显的下降 但是欧洲范围内对于中国的投资 实际上反而是有所增长 虽然增长的不多 那么这个增长呢 最重要的一块就是由欧盟的这些汽车企业 在中国投资所推动的 包括大众 包括奔驰 宝马都在加码中国的这个投资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企业 以及中国的这些电动车相关的部件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有进行力的 所谓物美加烈 而且技术也非常领先 所以他们一定要借助目前的这些 这个中国电动车 整个产业链的优势 把自己的这种电动车的短板给提上去 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大众说 可能整个德国范围内的工厂都要关了 关了之后 它到哪里生产电车 那一定是依托于中国 那么当然它可能不会完全把这个所有的制造环节都放在中国 但是起码说在一定时间内 中国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美国现在做了相关的这个限制之后 对于这个这些欧洲的车厂来说 可谓是晴天霹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相关的部件和他们自己这个整车的配合 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磨合时间的 就是你不是随便选一个供应商 然后去做整车的设计 就可以推出市场 就OK的 你选定了这个关键部件的供应商 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整车的设计 但一旦说 你发现这个供应商 你根本不能用 你就必须改整车的设计 然后去重新适配整个相关的这个车辆的要求 所以这个改动和带来的额外的这个投资是非常大的 而且对于德国这些车厂来说 它就必须针对美国市场和非美国市场 选择两套完全不同的这个供应商的管理体系 这个是完全是额外的开销 同一个车型 好了 它电池 包括它的车载系统 包括它的雷达 包括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核心组件 它要弄两套 一套是这个可以在欧盟或者其他全球范围内销售的 一套是专供美国市场的 那么它的整个研发的成本一定比单一一套系统要高得多 所以呢 如果说欧盟希望未来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竞争优势的话 它一定是选择好 我这一套不见这一套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应该是全球通用的 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真正合理的去贪保我的研发成本 去做合理的这个质量控制和供应商管理 对吧 这很很简单的道理 不需要叠床价屋 管两套完全的系统 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场去限制 要求欧洲的这些车厂必须二选一 除非你对成本没有那么care 我就是选两套一套比如说这个日本的供应商或者韩国的供应商或者欧洲自己的供应商另外一套就是中国的供应商 然后非中国供应商的这个车型供美国市场 包含中国供应商的车型供欧洲市场 管起来肯定很麻烦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尽管它是限制了美国市场 但是由于美国市场特别大 所以对于整个的这个汽车的供应链跟产业链的这个配合都会有连带的影响 那么对于美国车厂来说更是如此 美国车厂现在在中国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市场份额 甚至说有些美国车就是在中国制造的 包括这个通用的一些别克的型号和福特的一些林肯的型号 那么一旦这个禁令通过之后 好了 所有的美国车厂你就别指望再在中国部署产能了 除非说你能够确保你生产的这些汽车都是只供中国市场的 没有问题 除此以外 你再想拿回美国或者是销售到其他地区可能都会比较困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个禁令只是限制美国市场 但是最终对整个产业链的配合会起到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呢 应该说随着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随着两国呢都在控制这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这些新的数字化设备 数字化产品的这些 你可以认为是互联网主权吧 所以目前所有的联网设备实际上都已经被武器化或者是接近武器化了 只要你能联网 那么只要你有电池 我就认为你是有风险的 我就要排除出我自己的这个市场范围内 那么顺带把你的这个产品从全球供应链分工里头去剃掉 那么以前呢 我们可能还更多的只是说OK在中国你不能访问Google 在美国你要去限制来自中国的这些所谓实体清单上的这个产品 就来自实体清单企业的产品 但是现在美国一条线划出去了 我不管你是不是实体清单 只要是你来自中国的 我就认为不够安全 所以这个是美国目前在数字化方面加倍数起的一个鸿沟 而且现在不光是数字化 连硬件也加进来了 换句话说 这个数字化鸿沟已经从互联网进一步扩展到线下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 它天然就是联网的 它不可能没有芯片 不可能没有联网的功能 对吧 那么这时候 很自然的这个数字化鸿沟就从互联网扩展到了线下 所以呢 综上所述 那么美国目前在这个 电动车的或者是这个自动驾驶领域的这个 禁令的这个提案 目前是美国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最主要的一个禁令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附加的 就是这个中国的自动驾驶系统 请你就不要指望再在美国进行录册了 你回中国自己进行录册吧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点 因为中国自动驾驶发展现在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知道前一阵在武汉的萝卜快跑 对吧 给全给全国都都带来耳目一星的这个印象 虽然他可能离真正使用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起码说让大家看到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和美国相比 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起码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代查了 对吧 所以呢 不管是现在的电动汽车的部件也好 管理的软件也好 核心的硬件也好 再叠加自动驾驶的系统也好 美国希望都把来自中国的这些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从全球汽车的分工这个产业链里头提掉 当然这个提案也不是没有后门 还是有一点后门的 就是首先中国的企业是可以这个提交申请豁免的 那么具体什么情况会这个美国商务部会批准这个豁免 不知道 最终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实践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上来讲 我觉得最有可能豁免的就是电池 因为电池中国的这个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在初期尤其是美国的这个电池制造能力 或者是美国相关的友好国家的电池制造能力 在没有上来之前 我相信电池方面的这个豁免会非常容易被审批 直到电池产业真正能够逐渐转移到美国 或者北美贸易区的墨西哥和加拿大 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后门 但是这个后门显然不是为了让中国企业更舒服一点 只是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实在太弱了 所以他必须要留一个后门 以避免对于自己整个汽车行业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么至于中国来说 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贸易反击的措施 这个反击的措施呢 我相信很有可能是拉上欧盟 去对抗美国目前希望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当然二选一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是目前美国能使出来的最狠的招数了 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拉欧盟站到自己一边 我也不知道看一看吧 反正这个反正这个提案很快就会生效了 所以生效之前 美国中国一定会有相应的 对应的措施 宣布啊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